这些针对对中国的所谓烂塑 没有实施基础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国际先例 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当中 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 也是受害者 中国的抗疫行动 对全世界公开 时间经纬 清清楚楚 事实依据一目了然 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 对受害者 古早所谓追责索赔 为烂塑者 伪造各种所谓证据 这是对国际法治的践踏 也是对人类良知的背弃 与时不复 与理不通 与法不容 今天的中国 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 今天的世界 也不是百年前的世界 如果想借烂塑 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敲诈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成果 恐怕是白日做梦 必将自取其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